就是你要先具足一些功德 那施子奉训就是 你那个智慧要极有善求 那你那个功德要具足 那么这样 你才能够有成就 那他这个叫做施子奉训 具足万恨如来 那么也可以讲 吹拂一切烦恼 那么离一切障碍 那么具足一切功德 而成就如来 那么这个时候 长者子见佛像 通常大圣里面八菩提心 有些是见佛像好的八菩提心 千佛庄严 通常叫做百千佛具 像好庄严 千佛庄严通常叫做百千佛具像好庄严 其实这个百跟千 那么他应该是行动词 但是他有说 要百佛跟千佛 百千佛具体 那么像好庄严 那么他叫做千佛庄严 那么一问彼佛 看见这个佛像好 那通常我们都是说三十二相 他是总好 他说百千佛具像好庄严 那应问彼佛 做何行愿 而得此相 说 你到底是怎么修行 所以你看大圣佛法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佛菩萨 为为为为模范为典范 那么跟着这个佛菩萨 那么你是怎么修行 才可以修到这样 就像你看着一个企业家 哇你是怎么做的 可以这么有钱 你是这里 你到底就是差什么 可以这么 可以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你到底都是 你到底 就是问哪 你说比较喜欢漂亮的 你就说你是怎么保养 可以保养的这样 比较喜欢赚钱 你到底是怎么做生意的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规模这么大 那修行的他就问 那你到底是怎么修行 可以修到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就问这个佛 做何行愿 而得此相 通常就是行愿 第一这个 以佛菩萨为标 就是说 以这个 他现在他讲地藏菩萨的因 他怎么发福天心 那么这个时候 狮子奋训 巨竹万参如来 就跟 这个斩折指甲 就握去 第三菩萨的前身 他说 你想要跟我一样 欲赠此身 百迁伏去的这个 这样的庄严的身 果报身 要有这个果报 当需久远 杜托一切 受苦众生 那么必须要很久远结 那么 来杜托这些众生 就是说 杜托能受苦的众生 其实就是 简单讲就是要行屠杀到 那么大制作人有提到 所谓的 比如说百千伏装业 一伏要修多久 他说 他说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众生 都没有眼睛 三千大千世界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就好 这个地球的人 都没有眼睛 那么有一个人 能够把所有人 没有眼睛的人 都 就是眼睛看不见 就是眼睛都看不见 那么有一个人能让他能让所有的人眼睛都看见 这样的功德 这样的功德是一伏 是一个伏 那么 一切的人 一切的人 一切的人都中毒 快要死 这个人可以让所有的人 都不死 毒都解毒 这样是一伏 那么一切的人都没有证件 那么这个人可以让这么多人都得证件 所有的人都得证件 这样是一伏 就这样 让所有 让所有犯件的人都证件 一伏 让所有不布施的人都能布施 迁滩的人都死所迁滩 一伏 让所有 所有没有证件的人都有证件 一伏 就这样 这样要修百千 百伏 千伏 所以存活要很久 那像升到天上的福报也很大 他不是帮助一个人两个 他是帮助很多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他提供药方 那么研究解读的东西 那么就 一旦解读了 所有的人都能用 就帮助很多人 只要有这个问题 那么这样才一伏二优 但是你说150 100 那么你要这样修 那他是百千伏俱 他的福报怎么来的 修来 修来 那像我们这样修基本上也是福报 但是那个那个不算一伏 那个就是 百千伏里面的一伏不是 他只是0.00几 是这样 但是这样也很了不起 告诉你 但是菩萨道就是这样 所以地藏菩萨修那么久 还没有拒绝 但是当然也可以说他是一直想要这样做 做到像他这个阶段 好 所以 见佛向好千伏装有千 那你看你要这样修到1000 所以他要累事 他要累事 你试一试 那从小慢慢扩大 但是时间一直相学 所以他要三大争计就是这样 那非常长的时间 那一开始一开始修都是 一开始修都是比较小的福报 慢慢慢慢你得无声法的那个就不是小福报 那个福报就很大 你那个布施啊那个世界那个都不是因为你的影响力就变大 你一开始只能够影响你自己 后来影响你周遭的人 后来影响 你这一村的 后想影响这个世界都受影响 世界上确实有这种人 那就是他的他的他的 他的思想或他的行为影响了这个很多非常很多的 他不是一个人两个 像那个德雷沙 那么两个国家在打仗 那么 连勒果派很多大使都劝不来 他走到中间两个人都自动停不打仗 那个就厉害 他就有那个力量 他可以影响 即使他不认识你你也受他影响 那种就是影响非常广大 像佛陀也是这样 但是佛陀已经成佛 那像他这种 他当然不是发普及心的 但是他像他那种就是福报影响非常大 所以 基本上行菩萨道他是发普及心然后又修这种 那么力量就很大 所以 所以基本上要 四色六度四色气就是这样 故事实践忍 那么 残变 那么精进 智慧 那么他这里讲 他说你要杜托必须要有这个怨心 杜托一切受苦的众生 文书施力 持长则止 那么就应发怨远 通常都是 讲了之后他就发怨 那一般人当然不可能 这样讲就发怨 但是他因为 因为他 有善根句子 所以 他很容易这样听 他就那我也要这样做 他不会说我要做那么久如果我就会先问他要做那么久 要做那么多我可不可以少一点 有没有快一点的 有没有我们就这样问 他只问他 这个要怎么做 要久远 你看要久远 而且要杜托一切 受苦众生 那如果是我们的我们的世间心就会问他到底是要做多少 要做多久 他不这样问 他你说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好我愿意 我要这样做 所以他不一样 那么斩者只就发怨远 我今敬畏来记 不可 继绝 为世 最苦六道众生 管 射方便 禁令解脱 而我自身 翻 所以 他的重点不是说 他的重点不是说 第一不空 是不成讽 他的重点是六道众生不解脱 我不成讽 我是第一而已 那你看 他说最苦的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只要有轮违就有苦啊 只是苦里面地域最苦而已 只要有轮违他就苦 当然到后面 只要是 因为他最苦的众生最需要 就好像 那个病情比较严重 那么比较需要 紧急处理 挂急诊 那么 马上处理 但是你看他说 他发怨是发这个怨的 那么我从现在 一直到 未来祭不可继续 不管多远 路不管有多远 时间不管有多久 不管要做多少的事 我一定会做 一定会做 那么进未来祭 到成佛为止 但是一般是这样 我进进未来祭 一直到成佛 他又不这样发号 我进进未来祭 那么 度一切众生 度一切众生 那么 这一切众生都成佛 我才成佛 他是这样 所以 他是 他是不是 地义不空 他是 从这里讲 后面当然还有 他是 这个众生 只要有一个众生 还在受苦 就不成佛 只要有一个众生 还在轮回 我就不受苦 我就不成佛 他就怨可大了 那你说你要发 我随喜 我随喜 但是我自己没那么厉害 没那么厉害 这个如果真的要讲 怨来讲 地乡菩萨真的是 真的是很感发怨 但是他有那个破灵 所以他遇见的我叫做 狮子奋炫 无有不为 你看 他根本就 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害怕 那么所以 广色方便 那你要有种种方便 就是要有什么 我们讲要有善强 要有智慧 所以剥了到之后才是方便到 你要度你自己的烦恼 那很容易 你要度众生的烦恼 那就不容易了 你自己要去布施 那很容易 你要劝 很多人都学着你布施那也不容易 那所以要广色方便 就善巧方便 要善巧 善巧一件是智慧 方便道 方便道是建立在波罗道上面 所以 你如果没有建立在波罗道上面 没有建立在政见上面 你越发心 越糟糕 一忙引众吧 将将入口坑 大家都清理的 因为你有魅力 你有魅力 你跟他们又有缘 结果 你一个人带很多人 走进邪坑里 就很麻烦 带着一群人 都往错误的地方走 确实也有这样 所以一定要先建立在政见上 不然你越发心 影响力越大 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佛教是越糟糕 其实这样 所以广色方便 禁令解脱 多让他离苦 多让他离苦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讲 他为什么自己不解脱 他其实 跟你讲就是要你学 就行菩萨道 大生都行菩萨道 你不要只是求自己的解脱 要求 一切众生的解脱 那其实所有的菩萨都发这个愿 所有的就四弘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众生是六道众生 不是只有地狱的众生 六道的众生 众生无边四愿度 那么你要度众生 你自己必须 你自己必须要有大慈悲大智慧 那么大智慧一定要 烦恼无尽四愿断 你要能断自己的烦恼 你才能断别人的烦恼 要不然 别人的烦恼引发你自己 本来是要度他的 后来就被人要害他 真的都会这样 那么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尽四愿道 那么你要断烦恼 要度众生 你都必须要有方法 所以要法门无量四愿许 因为你要度众生 这个众生适应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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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方法适应不同的众生 这个必须要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要现前 必须要没有烦恼 所以法门无量四愿许 然后你才能够佛道无上四愿 通常他是 这个刺激的 所以广色方便 禁令解脱 而我自身方程佛道 如果从这里看 他的发愿就是 有一众生 在人文 就不成功 他不是地狱不空 这个世界不空 还有 我所在的世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众生在人文在受苦 我就在做人文的苦 我就不成功 以示 以示与彼佛前 立施大愿 在这个施子奋训 具足万汉如来面前 立了这个大愿 与今百千万亿 那由他 那由他是 不可诉 不可诉 不可记 就是无数 就是非常 非常多 非常多 那么 不可缩解 那么 最多就是不可说不可缩解 那么 善为菩萨 就现在 还是菩萨 为什么 因为 那些众生 狮子奋训 狮子 奋训 具足万汉 如来 当时的那些众生 还有 人在 他还不能成佛 他当时的这些众生 还有人在 所以他没有办法成佛 或者是说 只要 只要他所在的国土有众生在人为 他就 不成佛 所以 因为这样 在讲他的发佛明星 第一个是从 狮子奋训 具足万汉如来那边发佛明星 他有什么发佛明星 见到狮子 见到这个如来的向好 发行 那么有些是因为众生的苦发行 有很多种 那佛 这个如来跟他讲 这个 知者奋训 具足万汉如来跟他讲 你要修到这样 你必须 久远结 非常久远的 不脱一切受苦的众生 那谁在受苦 只要沦违就会有苦 苦是有生有死 就会有苦 那么沦违 就是生死 有生有死 生死之中有老跟病 生理上 变化 何产生 苦产不苦 生理上的变化 何痛苦 有心理上的变化而痛苦 变成为爱别人 那么有事项上的变化 求不得 而产生痛苦 就是 生命中的 生活中的 不如 不足 生活中的 不足 而产生痛 所以有求不得 有苦 所以有生理的 心理的 生活的 这些苦 总称叫做 八苦 那都是因为 这个五蕴生 他有生有死 有生有死 所以六道 六道只要有轮违就有苦 只要有轮违就有苦 那苦里面最苦当然是地义 后面就会讲到地义 那么又云 这是第一个因 第一个因 又云过去不可施以 阿申其解 看起来就没那么多了 那么最多的就是不可说不可说这些 然后就 哪有他不可说 你看最前面是 不可说不可说 不可不可说 结以前 那么 这个是 最久远 最久远 是不可说不可说结 这个是最久远的 然后后来 就是在最前面后来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 就比不可说不可说 更前面一点 那么他就开始 所以他从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在 一直在行 菩萨道 那么他又说 过去不可施以阿申其解 实事有 这个在讲到 不可施以阿申其 又比那由他不可说结以前 更早一点 不是更晚一点 所以你看他讲到三个时间 不可说不可说结 那由他不可说结 那么不可施以阿申其解 那么就是 最久远的是在见 他见到 狮子奋训 巨竹万亿如来的时候 他发了不足信 发了大愿 要杜脱一切的众生 杜脱一切轮回的众生 然后第2个 他又在 他又在不可施以阿申其解 就是过来 不久远久远结再过来 有一个不可施以阿申其解解 他又见到了绝华定 自在 如来 他这个 他这个就 就另外一个音源 就是 地章菩萨最早是 见狮子 奋信 巨竹万亥如来 发了普提心 然后在绝华定 自在 如来 这个时候 他是一个婆罗门女 他是一个婆罗门女 好 那么现在来看他的第2个音 第1个音是 发福提心 是在 狮子 奋训 巨竟万亥如来 第2个 是在 是在 婆罗门女 在绝华定 网 绝华定 自在 网如来 那么 这个 这个 绝花 我们说这个名字绝花 绝花就是 绝物的 火爆 他是绝物的花 那么这个 形容一个如来 其实就是他的智慧 那么定 绝华跟定 那么其实 绝跟定 其实就是 定跟会 自在 最自在 自在 就是说 他的定会都很自在 就是说他都 就是佛基本上 就是形容佛的 那一定是定会具足的 而且他定会具足中 最厉害的 那么你像 神通第一的 修定最厉害的 木剑林 那么智慧第一的舍利佛 但是舍利佛跟 木剑林加起来都不如佛 所以他是自在网 好 那么 彼佛受命 四百千万亿 阿僧 其间 那么 百千万亿 那么如果是这样来讲 那么 通常 像他这个是所谓的数 是百千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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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十的倍数 百乘以死是千 千乘以死是万 万乘以死是亿 所以通常一亿是十万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有些 这个百千万有可能就是百千万亿 也有可能是百千万亿 就十亿 四亿 那么我们不晓得他是什么 但是他有可能有这样 就指四亿 比如说 过此 十万亿 佛土 那十万亿就是 一亿 十万为一亿 其实就过一亿佛土 那么 有些是因为佛法的形容词是这样 比如说三千大千 小千 中千 大千 那么三千 三千是形容词 那其实这是一个大千 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比如说六群比丘 六群比丘就是六人一群 其实就是一群而已 就是一群 一群有六人 那么 然后有十七群 一群六人的比丘 就是六人一群的比丘 那佛法里面有这些就是 他们的语法不太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像这个 像这个四百千万亿有可能是 只是指 只是指四亿 那么四亿是 四十万 那么 这个万是 十个千 千是十个百 也有可能 我不知道 但也有可能就是百千万亿 那这个亿跟我们的亿不一样 亿是十万的意思 大部分 但是有一些 在 在 在佛经里面 亿有可能是十万 有可能是百万 有可能是千万 有可能是万万 我们现在的亿是万万 我们现在的亿是万万 但是以前的亿有可能是十万 那比如说 舍未成有九亿 九十万 那基本上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 这个是数而已 这不是重点 不过我们就顺带讲一下 他说 这个比佛寿命 四百千万亿 阿僧琪姐 如果有 一个阿僧琪姐已经是 一个阿僧琪姐已经是 不可数 你看成佛 成佛是三大阿僧琪姐 他的寿命有四百千万亿阿僧琪姐 那么 所以 那么 这里 当然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啦 就非常非常的长 那通常佛的寿命如果从过去七佛来说 从过去七佛经典里面记载的过去七佛来说 那么 最多的就是 因为他身为人 人寿命最长 寿命最长 八万十千岁 不会超过八万十千岁 那最短的就是释迦佛的一百岁 再上来就是加瑟佛的 万岁 两万岁以下的就 可能一万岁以下的基本上 可能就五卓二世 我想 那一百岁是五卓二世 那七佛如来 只有释迦佛是在一百岁 其他都是两万岁开始起跳 那么最多是八万四千岁 像弥勒佛在来的时候也是八万四千岁 那人寿没有超过八万四千岁 天就可以 天如果是非小非非小 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 那他这个是在说寿命非常长远 当然如果说佛的寿命里面 那么形容最多的 那么大概就是比如说阿弥陀佛 他就是无量寿 但是无量寿 他也是个形容词 因为阿弥陀佛也会入虐白 所以他也是个形容词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像法之中 有一婆罗门女 是个像法 像法的观念 阿含经跟大圣佛法讲的是不一样 原来的像法 就是 相似佛法叫做像 现在的像法不是这样 像法 像法 阿含经的说法 跟大圣的说法 大圣经典的说法不太一样 阿含经的说法 他把法分为正法跟像法 像法的意思就是他像 但他不是 比如说以人叫做像经 零 他叫做像经 但他不是经 但是他有价值 那么 经跟像经 就是经跟零 他不是经 但是他像经 那么正法 像法就是 相似佛法 其实就是相似佛法 阿含经里面讲佛法会灭 不是一下子灭 是渐渐灭 是渐渐灭的 为什么 相似佛法 越来越像 就是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律说非律 非律说律 非印记音 非果记果 是这样 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不能解脱 你却说这样的方法可以解脱 这样 这样的方法不能消除业障 你却说这样的方法可以消除业障 这种境界 并不是 并不是解脱的境界 你却说这种境界是解脱的境界 这样的道理 不是佛说的 你却说这样的道理是佛说的 这样的界不是佛制的 你却说这样的界是佛制的 其实 其实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法 很多这样子 真的 那么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知道 那也没办法分别 那因为习惯 如果有人说了 他会很尽量 他会不相信 然后不相信 然后会反过来讲那个真话的人 会反过来责怪 说那个真话的人有邪见 这个是很常见的 那么其实大部分的人 他不懂 他没有真正去研究佛法 不晓得真正的佛法在哪里 那么 他的证件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开悟在人眼这个概念 那么很多人其实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真正的无我 是什么 那么 相似佛法叫做相法 如果是大三的经典 那就不是了 正法 相法 佛法 都是佛法 那么只是正法 比如说正法就是五百年 一般的我们以前看的观念 正法就是五百年 那么这个时候修行的人 大部分人得解脱 相法就没办法 只能得禅定 末法就没有办法修行 所以后来就有末法修行 末法一一人修行 汉一得道 唯一念佛得度生 这种观念图现 那么其实佛法里面 没有所谓的 法就是法 法 不会衰变 衰变才会有 这个 这个起过了几百年 他就变坏 正法没有保存期限 你拿了金刚经说 这个使用期限 100年 100年过后 这部经就没有功德 哪有可能这样 100年过后 这不照这部经修行 就不能得解脱了 这个 这个阿含经使用期限500年 哪有可能这样 我们的观念是这样 已经过 已经佛陀过500年 这是末法之期 所以你怎么修也不能得解脱了 正法没有使用期限 只有使用得当不得当 那所以大部分 他正法 那么相法就是 仅存表象 但是还是佛法 仅存表象 那么末法就是 只有织末 但是还是佛法 就是功效没有 就好像这个要 这个要正新鲜的时候 他的 他的治疗率100% 到70% 相法 甚至50% 到30% 末法只剩10%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是不同的概念 阿含经里面的相法就是相似佛法 相法新盛的时候 正法就渐渐沉默 劣币驱逐良币 就变成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 这个可能是用 可能是用大圣的说法 相法是用大圣的说法 所以 那大圣的说法就是 佛不在 仅有存佛像 这个也是相法 那法不在了 只剩下经典 类似像这样 好 那么 所以他说 相法之中 有一佛罗门 束缚身后 所以 相法就代表 这个绝华定制在往如来的寿命 有那么长 但是 这个如来也已经什么 也已经灭度了 所以叫做相 所以你会看到他后面 所以他有 他的 绝华定制在往如来的相 只剩下相 好 那么 由于佛罗门女束缚身后 过去 过去福报 非常的深厚 就是修了很多 如果他过去是地藏菩萨 从 狮子奋训 俱足万万如来来的 当然束缚身后 行那么久的菩萨道 众所亲近 是大家所亲养尊敬 那么你行菩萨道 你可能有很多种生 在家生出家生 男生女生 这个长者女 婆罗门女 或是说差弟弟女 或是王子 基本上就是应也合身得度 集眩合身 所以你有可能很多种生 很多种身份 不一定 那么很多人其实 如果大圣经典流传这么久的话 其实有一些人真的就是 称愿来 虽然也有业 但是 他基本上是有愿来 那像运顺导师 我们很可以肯定他是称愿来 他那个愿力非常的强 所以你看他的一生里面他不改这个愿 我要把佛法成全 在这个事件上 不管 不管现在的人皆不接受 那么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的任路 就是来澄清佛法 这个是非常厉害 而且 他要走的时候 他说愿意生生世世 为这个苦难的人间 努力 哇你看 这个是 这个是 非常非常伟大的愿 很不容易的 这个没有 这个 这个没有相当过去的那个愿力 没有办法自然这样说出来 真的 我们考虑很久都说不出口 这个很难啊 我告诉你 所以 所以啊 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没有相当的愿力 其实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嘛 所以 因为这样佛法要久住就是要 其实要靠菩萨 所以大家要发心 但是 渐渐渐渐渐成就 那么他他为什么跟你讲这个 就是要你学他发心 就是要你学他发心 好 那么 所以 行住坐卧 诸天 互惠互 那么你是趁烟的 你有福报 他们一个现象 就是 很多天人 因为你下来很多天人 其实你过去也生过天 那么 或是说你 除非你生生世世发怨在人间 但是你这个力量 你会 因为你这个力量也会感动这些天 那么因为其实你的福报比较大 但是你不胜去天上 就好像你可以在最有名最高的大学 但是你到乡下去教会 那个很厉害的 所以你会感动到很多天人 通常这种趁烟来 趁烟来的 都会有天人所顾 通常 善业非常重 如果二业非常重 就很多鬼 很多鬼等着要找你报 这个就不一样 那因为他动得很多人 为什么会诸天卫护呢 我告诉你 为什么这些人会诸天卫护 当然第一个他的善业感召 他也不是无远无故 你看 为什么像这个婆罗门女 他也不是出家 那其实跟出家 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他是寻菩萨道 这个婆罗门过去 过去是 现在是绝华定就在往如来 绝华定就在往如来 那过去是师子奋训 师子奋训 巨主万汉如来 那么他这个时间已经修很多菩萨道 已经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的中间 他六道里面 他六道他的愿就是度六道的众生 那么六道的众生里面 有些人因为他生天 仁天 天 那么有些人有些要剁二道的 不让他剁二道生仁天 基本上就这样 就是让这些人不剁三二道 已经剁三二道的 想办法 让他 让他再来做仁的时候 或怎么样的时候 那么让他不剁三二道 那么将要剁三二道 让他不剁三二道 那么已经剁三二道的 等到他再来 因为他还会再来做仁 这个时候 离他 让他不再剁三二道 那这样 那么所以 他基本上 他所帮助的人 要不是做仁就升天 那很多升天的 很多升天的 升到天上 天上是化身 经典讲 经典讲 升到天上的人 第一个会想 因为他是化身的 他第一个生的 他会 忽然之间 就奔出来 化身的 所以忽然之间就出现 他不是 他不是从受精管开始这样 变变的不是 忽然之间就 化身 那么看不同的天 五岁 六岁 七岁 八岁 九岁的小孩 大概这样 他也会长大 但是他不会老 天人会长大 但不会老 那么 所以他开始 慢慢慢慢 他一出现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刀利天 第几天 刀利天有33天 刀利天第五天 有几例 他有可能是天子 也可能是天女 男的女的 天人有男女的 那么 那么 男的女的都可以生 他是化身的 所以男的女的都可以生 那么你从男的旁边出来 你就认这个为你的父亲 为你的母亲 是这样 那么他 他生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先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刀利天第五天 比如说 我只是举例啦 比如说第五天叫做中道天 生在中道天 好那中道天里面 这里是中道天 我为什么生到这里 我是因为修十善业生到这里 那我为什么会修十善业 原来 原来是那个慧文告诉我 那让我修十善业 好 他生天之后 他会天人有一个特性叫做感恩 感恩徒报 滴水之恩永泉与报 这是天人的个性 那么他也知道谁伤害过他 但是他不会报仇 鬼道就不一样 鬼道 他有鬼通 他也知道谁伤害他 谁帮助他 他比较在意的就是谁伤害他一定要报仇 有仇必报 那 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堕入鬼道 就是有仇要必报 但是天人的个性是有恩必报 有仇不报 所以他基本上 那他升到天上 他看见 这些人帮助我升天的 所以他在天上他就会时不时照 照顾那些 他会拥护那些 我们人间也是这样啊 我很穷是这个人提保我 所以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会不会帮帮帮助他 即使他没有困难我也想办法帮助他 想办法要回报他 何况他有困难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里面 他在这个时间里面 让很多人升天 这些天人 都是因为他升天 他就会拥护他 通常是这样 所以比如说 比如说 那么 那么我们帮助了很多人升天 告诉他要持戒要修缮 然后他升天 他在天上 他时间很长 天上的时间比如说他升天的时间 2000年 2000年 2000年我们做人 一世 比如说100岁 你每次都活到100岁 他可以照顾你20次 他每次都看着你看着你帮着你要有危险的时候他帮你化觉 所以有很多人无形中 无形中那个 无形中的困难就迎刃而解 或者他没有困难 或者他有困难会迎刃而解 或者他很容易就找到医生 真的病很容易找到医生 一下就把他医好 你不要看这个这个有些都是叫做鬼死神差 你知道 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都是鬼死有些人是神差 鬼死就 明明好的把你弄到不好的啦 因为弄越糟糕啊对不对 神差就不是啊 那你看为什么差别在这里 跟你的音乐跟人有关系 其实是这样 说要广结善 不要结二元就是这样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 那么 你看他就一直 那你有一个他帮助你 有十个就十个帮助 有一千个 一千个都会帮助 他就说拥护 祝天拥护 真的是这样 然后有一些是善业招牌 你不一定帮助他 但是他亲对你的得恩 他也会拥护你 那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的得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或是你所利益的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自然会感召很多天人 会拥护你 其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只要依着佛法这样修 其实我告诉你 都不用群保全 不用群保镖的 真的我不会骗你 因为 因为鬼道的众生 他看见你 第一个你自身的冠灭 他会尊敬你 那么就算他要害你 他害不到你 那这些天人会拥护你 你不容易受到伤害 真的是这样 所以 受五戒 为什么叫做有戒神有目 那么 基本上是你的得恩遭感 因为他发愈就是要永恆休息的人 这是你的你的你的 你的善业你的得恩遭感 第二个就是你过去跟他的缘遭感 要不是业遭感就是缘遭感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遭感 心遭感 你想着 拜他 你念他 从遭感来 我常常讲此心此业此业 通常都是这样 那你掌握了这个道理 其实 你都不用害怕 真的 你只要照顾这个心 那么努力人造善业 劫善业 就是 广造善业 多劫善业 这个 这个 散发好心 我告诉你 不用害怕 真的 这个 这个是佛法里面 那么 他的一个原理 好 那你看 所以他 他说有诸天为妇 但是他的母亲信邪 长青三宝 你说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 地方一个家庭 因为 他就是发愈来度 那么不然照理来讲他会生在正见之家 他不会生在边地跟邪见之家 对不对 依他的业 依他的业 他不应该生在边地跟邪见之家 但是他生在邪见之家就是 他跟他有缘 他跟他有缘很可能是 他 他以前修行的时候他 供养过他 他父子过他 但是他不一定有正见 他不一定有善缘 他不一定有善缘 所以他要来度他所以你看 要度脱一些众生 度脱一定要跟他有缘 所以其母信邪 长青三宝 他有邪见 而且 而且亲世三宝就是不信三宝 亲见三宝 那么这个时候 圣女 那基本上为什么叫他圣女 那么如果圣的话是基本上要 要有无我的正见 就是要 如果菩萨的话是无身法人才能叫做圣 无身法人的菩萨才能叫做圣 那么他虽然得无身法人但是 他 基本上就是一般的人 那我们看他就是一般的人 那实际上他因为他多节以前 已经是这样修了 修了很多节 从狮子奋训 巨竹万难到绝华定制在 这中间他应该 如果叫圣女的话 要不然就是一个 一个 称赞的词 如果是 圣女的话 基本上就这个期间他已经什么 他已经得无身法人 那么才能够叫圣女 但是得无身法人的菩萨不一定是出家的 他不一定是男的 他有可能是女的 那么圣女广色方便劝诱其母令神正见 这个跟他的怨相近 所以他不是问那个 他不是问那个 那个 施子奋训巨竹万难如来 那么要怎么修才能够修到像你这么庄严 你看 百千斧专严 一斧让所有 不拒证件的人都拒证件 这个叫一斧而已 那么让所有犯戒的人都不在犯戒 这个叫一斧而已 但是他就这样修这样修 他脸生脸色就是这样 像我们也是要让所有拒足证件 要让所有的人都拒足证件 就努力 也是这样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 劝诱其母 他前面发的愿 要广 前面发的愿是什么 广 你看 他广色方便 有没有 广色方便 禁令解脱 所以他 他就劝诱其母另生证件 那怎么要让他生证件 要先要有证信 要有证信 那么证信之后 那么才能生证件 你要先信三宝 你像舍利佛怎么度他母亲 舍利佛母亲也是学见 姓婆罗门的 他姓范天的 那舍利佛要 要入涅槃以前 要回家度他母亲 他母亲很厉害 婆罗门女生了七个孩子 三男四女的样子 还是四男三女 四男三女的样子 四个男的三个女的 七个都正阿罗 好厉害 好厉害 七个都正阿罗 那么舍利佛要入涅槃之前 他要回去住他母亲 先让他母亲 信三宝 所以 他就说 我要入涅槃 那大家一直知道他入涅槃 所有的天人 国王 知道舍利佛回到家 如果今天舍利佛还在 如果他要回家 他的家在中道 我告诉你 连蔡英文 连什么都会来 一定的嘛 对不对 那国王来的是谁 天人啦 一定的我告诉你 那么所以 基本上 他就先 因为他出家就没有回去了 所以他的母亲记忆就是 他就是我的孩子 他也不怎么尊敬他 那就是他的孩子 没什么 没什么特别 可是在外人看起来 他是不一样 天人是非常 国王是非常尊重他 知道舍利佛回到家 大家都来顶礼 知道舍利佛要入涅吧 而且你不来以后看不到 你不来顶你你顶你一次你就多一次福报告诉你 如果是我 我用爬的我都爬去我告诉你 真的结那个缘不简单 你要结一次那个法缘都不简单啊 我告诉你 那么所以 所以 很多人都啦 长者 长者 国王 后来天人都来 他的母亲 因为那么多人他没看过那么多 很多人来 那这些大的路出现了旁边都有很多护卫 所以他都会还躲到旁边看 看完了人都走了他才问 这些人怎么都对你那么恭敬 不要顶礼他 你说那么恭敬 那么他都跟他讲一句话 他比如说他说妈妈我不厉害我的师父比我厉害 他都讲这句话 所以以前的比丘他们过一 因为他过一他说你不是过一我你是过一佛 也一样 我没有这么厉害我的我的师父比我厉害 你的师父这么厉害 你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后来那个天人一向天人出来都放光 他他也是看这些什么人为什么身体那么大 光明 自带光明的 他说这个是什么天什么天人 连天人也要顶礼你 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不厉害我的师父比我厉害 到最后 梵天也下来梵天就是他拜的 最后梵天下来说 刚才那个人 刚才那个是什么神 怎么跟其他的神不一样 那个好厉害 那个光明好大 说那个就是你拜的梵天啊 啊 连我拜的神都要顶礼你哦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不厉害 我的师父比我厉害 他开始对佛申请无上的信心 那你的你的师父到底是怎么样 他开始跟他讲 你讲讲没讲 那你师父都是怎么修的 可以讲呢 到他 他的母亲也怎么样 解脱 先让他申请信心 信心 对三宝申请信心 他只是对舍利佛申请信心而已 开始也没有啊 后来对舍利佛申请信心 然后开始对佛申请信心 然后对佛申请信心 开始对法申请信 就这样 那么有正信 那么再有正见 就依正见 正思维怎么样 得解脱 其实是这样 他专注 你看他这个就是广色方便 那他这个人而且是善 善男子善女 那他的婆罗门女的母亲不是 他是有邪见的 这个又 当然他的邪见 那个舍利佛的母亲也有邪见 但是这种邪见听说他 没有正见而已 他也不是什么邪见到哪里去 他也不亲见三宝 但是 这个婆罗门女的母亲是亲见三宝 我们说这个是邪见 舍利佛的母亲 当然他也没有佛法的正见 我们说他有邪见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他没有正见而已 不惧正见 所以 儿子女 这个婆罗门女的母亲 即使 即使这个婆罗门 千方百计的 广色方便 来告诉他母亲 三宝的殊胜 他那母亲也不全信 也不是 完全相信的人 那么 不久命中 后来这个母亲就死掉了 命中 魂神 剁在无间地义 就是 后来死掉 魂神是 翻译的问题 一般我们讲 就是我们 就是他的意思 那 就是他的 后来剁到无间地义去 那我们如果从这边看 如果他 对佛法没有全信 会多无间地义吗 你不信佛法多无间地义 那佛教祖之外的全部要多无间地义 对不对 哪有可能 不可能 但是他通常是主要在清剑三宝 那么 清剑三宝 看似他是怎么样清剑 如果毁谤的比较严重 那么也有可能 那现在讲的无间地义 通常是 因为他后面也有讲到18地义 那地义有很多种 记住佛教里面讲地义有很多种说法 那么 地藏经里面讲的18地义 通常是这样 陈伯之道里面也有 就是我们以陈伯之道来说 18地义 18地义不是18层 他是怎样 巴哈 巴勒 禁边 禁边叫做尤真 游真 游真 那么孤独 孤独地义 那么这里总共 这个16 1718 18地义 那 18地义里面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就叫做无间地义 那么 禁边地义有四个四种 禁边地义有四个 然后四边的地义 那么你从无间地义出来 不管是八喊八了 从无间地义出来 要经过禁边地义 你会在游真地义 那刀山 刀山 游锅 一般我们讲的刀山游锅 游锅他有一个名字 叫做 叫做灰盒 灰盒第义 灰是火灰 火灰 那个 那个整个都是火 火的 火的这个 火的这个 地义 然后一个就是死坑第一 刀山游锅 火山 刀山 有四个第一 刀山 游锅 那么死坑第一 都是死 然后这个是 火山 刀山火山 然后一般我们叫刀山游锅 刀山 刀山火山 死坑游锅 那这两个是山这两个是 一个坑 通常这是18地义 那么你只要下了大地义 只要有大地义 那么你就会经过 经过大地义出来 大地义出来会经过 游针地义 就是静边地义 那么 那静边地义要四个地义都要 这边晚了会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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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了之后 出来 那么 会到小地义 又有16小地义 那小地义出来 小地义出来 会经过畜生道 畜生道再出来就经过鬼道 因为他有余报 这个是果报 这个地义是果报 这个游针地义都是果报 这个都是果报 果报剑刺 然后之后 还有余报 还会经过畜生道 鬼道 鬼道再上来做人的时候 如果杀生中还会短面多病 还一样会 如果是偷盗中还会贫穷卑贱 他还有余报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所谓的是八地义 那无间地义基本上在八热地义里面的最底下 那之所以讲他无间 是 他 他里面的人 一个也满 1000人也满 1万人也满 那么他受苦的次数 就是受苦没有间断 通常我们的苦都有间断 通常我们的苦都有 停不停 比如说我们痛 痛一下子不痛 然后稍舒缓的时候 那没有他一直痛 一直痛 没有舒缓的时候 没有减少的时候 这个叫无间 苦没有间断 那一般苦会有间断 比如说你 你做鬼道500年 500年完了 那么 500年也不是恶 也不是一直恶 当然恶 但是他也有可能比较没那么恶 或是类似像这样 他有 他的苦没有间断 就是他一直的苦 一直的苦 他死了再活 死了再活 通常六道众生 除了地狱之外 都是怕死 即使是畜生到鬼道 也怕死 那么只有地狱怕不死 他死了 因为他死了 他平时没有死 他死了再活过来 千生千死 千死千生 只有地狱怕不死 其他的都怕死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18地狱 那通过禁边地狱 然后再 到畜生到 到鬼道 再人道 那么不太有可能 不太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 畜生到直接做人道 但是 也有可能 畜生到 做鬼道 还在做人道 就畜生到可以直接做人道 是可以 但是 没有办法 基本上没有办法 地狱直接做人 因为他还有遇报 那遇报还很重 那么如果是无间地狱的话 那个是大地狱 那有些人不一定剁大地狱 有些人剁小地狱 剁小地狱 那剁小地狱的话 他就没有经过这些 那比较重的 五逆十二才会剁大地狱 比较重的罪 基本上才会剁大地狱 那有些剁小地狱 那小地狱也是很苦 那小地狱出来 还是要剁 畜生到或是鬼道 那么通常 通过 剁生到或鬼道 然后才做人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像地藏经里面 这个婆罗门女 那么他剁无间地狱 没有讲他造什么业 如果他只是清贱三宝的业 那还要看他是怎么个清贱 那么剁无间地狱一般来说 虎逆十二才会剁无间地狱 虎逆十二 那么你毁谤大政或是 毁谤到很严重 破合而生 那么才有可能 那不然 无间地狱也不是 你想去就去 也不是那么容易去 老实讲 那么我们来看 那个 八寒八热有没有层次问题 就是说 一定要经过八寒才会八热 还是说 八寒和八热是不一样 没有层次问题 算是平行的就对 你有可能在八寒 有可能在八热 那无间地狱八寒没有吗 没有 八寒没有 他一般 无间地狱是在 八热地狱里面 最后一个第八点 八寒地狱里面没有无间地狱 但是当然有很多种说法 老实讲无间地狱在 在佛法里面也有很多种说法 那我们现在是依 成果之道来说 如果你要把所有 经典里面的地狱 不同的说法都说出来 那就要讲 讲很久 因为 大家可能描述的不太一样 说的不太一样 包括天界到底有几天 其实 老实讲各个经典 也不太一样 那么我一般最 最主要的说法就是 特别是在社界 社界有18天 但是到底有几天 其实各个经典 从15天到21天大概都有 19 2021天都有 那 地狱的描述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 那我们说过我们是依成果之道这样来讲 就是说导师归纳出来 那因为地藏经也讲18度 18地狱 18地狱就是这个 那 无间地狱只是 八热地狱的最底层 八热是不同的热 那基本上 他都是大地狱都是大门 但是受不同的热还是不一样 那并不会说你八 你八寒晚了去受八热 八热晚了去受八寒又不是在洗三门 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啊 他说 这个 伯罗门女知道母亲在世的时候不信英国 那单单不信英国也不会就堕地 外大都不信英国 那哪里就会堕地 所以 基本上 因为他这个 因为 第一个他是比较后期的经典 那他讲英国月报没有讲到那么 那么仔细 他就大概说 月报讲到仔细的就中阿含前中阿含里面他就讲月报分得很细 什么是善月什么是恶月然后 那么他照善月会升天到恶月升天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过去的是因为现在的是因为什么月那什么月什么月会升鬼道什么月会出生到 什么月会鬼道里面做鬼王 有些讲的意思 那这里大概讲 那如果我们单单这样看 就是不信英国并不会就堕地义何况是堕无间地义 通常无间地义只要五逆死 五逆罪 五逆罪 沙父 沙姆 沙阿罗汉 破合合身 出佛生血 这五种逆罪 像提伯达多一个人犯了三种逆罪 提伯达多破合合身 出佛生血 那么沙阿罗汉 他杀死了这个莲花色比丘 莲花色比丘是阿罗汉 沙阿罗汉 破合合身 出佛生血 一个人犯了三个逆罪 他才堕地义 堕无间地义 气是这样 所以他一般人讲 说这个不信因果 那么既当随业必生恶趣 他会生到恶道 其实不信因果也不一定会生恶道 如果他行善的话 因为他不信因果 你知道很多 很多 很多外道 天主教的基督教的 其实他只要行善业 他就会生天 其实他不信因果 因为因果是我们造这个因材这个果 他们是因为 信上帝 上帝叫他做善 他就做善 他并不是因为善业生天 他是因为听上帝的话生天 但是他实际上还做了善业 但是他并不相信有因果 但是他也可以生天 因为善业能生天 信范天 信妈祖 信 信三太子 信季公 不管 但是你因为他 他告诉你不可以造恶业 要布施要怎样 照他的意思做 那并不是你自己做就 你听他的话 他保佑你 他 他基本上也不信因果 所以 是基本上是一业 随业 是随业 没有错 因为人要往生 要去哪里 随业 随重 看你的重业 随喜 随念 是这样的 所以 单单不信因果 并不会就堕地义 何况是堕五千地义 并不会 这我们要说 那么 税卖家长 广求香花及株供菌 就把他的家卖 就是 这个家是他妈妈留下 把他家卖 去 然后这个香跟花 及株供菌 通常 之前供佛都是四式供养 那如果是佛像大圣佛法基本上都是 香花 卖 这种种 就有些音乐 这些珠宝 这些供养 那如果是释迦佛的时代那个佛共养 其实是四式供养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有这四种 当然有时候他们会散香 蓝香散花 共养也有 香花共养是 其实释迦佛实在就有 好 那么于仙佛塔式 大兴共养 仙佛就是过去佛 所以他就是像法 像法就是佛不在 只有佛像 那么 那么 佛没有说法 留下经典 所以叫做像法 所以我们说他说的像法 大圣说的像法 那么于仙佛塔式 那么过去佛 过去佛 那么涅槃之后 就佛涅槃之后 那么有他的遗骨 那么露塔 那么奇塔共养 那叫做塔式 所以 我们叫做舍利塔 在佛的这个舍利塔 那么共养 因为你佛不在了嘛 露涅槃 这个绝合定自在网如来 已经不在了 已经露涅槃 所以他就共养这个佛像 有人把这个佛 那么奇塔共养 所以他都把他妈妈留下来的房子 卖 他去供养这个佛 就是要跟他 意思就是要跟这个他的 让他妈妈跟这个 三宝结法 结善 见绝华定自在网如来 其形象 就是 他也不晓得这个是绝华定自在网如来 他就是反正他就是在那个佛的那个 像法里面 然后他去 就是佛露涅了之后 然后见到佛像 他是要让他的妈妈跟三宝结缘 所以把他妈妈留下来的房子卖 然后去供养这个佛 然后看到这个 绝华定自在网如来 还有那个像 在那个室里面 法室 就是 这是见一 他这个所 寿相 然后见这个使 那么寿华微荣 端严必变 就看到这个如来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庄严 那塑画 就是他基本上 塑是雕塑 画是画像 那么有些用塑像 是泥塑的 是泥塑的 木头雕的 那么或是用彩绘的 那么 所以他是形容 他的这个像 威龙 威女 威德 龙是龙帽 庄严必变 就非常的庄严 专是端庄 严是庄严 那么这个时候 婆罗门女 詹理尊隆 顶礼 这个佛 绝华定自在网如来 的像之后 背身进 升起很大的 宫金 那么 痴字念 心里面这么想 佛名大绝 那么 佛 叫做大绝物者 一切智者 大绝物者 去一切智 那么 所谓大绝也就是大绝物 大绝物就是 绝一切 就是一切智者 所以佛叫做一切智者 一切智人 佛又叫做一切智人 时间这么快 我都我觉得我都没有讲到什么 开始要讲 佛是一切智人 佛是佛头的简称 基本上就是一切智 那么他的智慧叫做一切智智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就是 绝一切法 知一切法 无一法不知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先把这个看 那所以 去一切智 若在世时 如果佛还在世的时候 那么 我的母亲 因为他母亲命中了 我来问佛 如果佛还在 那么我来问佛 那么一定佛一定会跟我讲 因为他一切智者 他一定知道他的母亲到哪里去 所以他是在讲说 假设佛还在 因为现在佛已经露灭了 像法人 那所以佛只剩下佛像 那么所以 他想 心里面在想 如果佛还在世 那么我来问佛 那么 必定 因为他知道他母亲 会依他的业会剁到 不好的地方 但是不知道不好在 不好的地方是在哪里 不好的地方有 有很多 那么三二道都不好 但是他不他母亲他剁到哪一道 在哪里 即使在地域也有很多整地 不同的地域 所以 他心里面在想 假设 这佛这么庄严 是一切智神 他一定知道一切法 那么假设 佛还在的话 那么我来问佛 佛一定会告诉我 这个习现在佛不在 我也没办法知道 所以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所以 他哭了很久 婆罗门女垂气良久 沾脸如来 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 这个 没有办法遇到 让我知道 母亲在哪里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空中有一个声音跟他讲 那么 圣女 正在哭泣的这位 这位圣女 你不要悲哀 我今天 跟你讲 你母亲到底是去了哪里 这个 这个婆罗门女就 因为忽然有声音跟他讲 他就会讲说 那么 到底因为只有听到声音 到底是 哪一方的 这个大德 那么他叫做神的 哪一方的这一些的 这一些的神圣的大德 那么 让我 心没有忧虑 宽我的忧虑 不让我宽心而没有忧虑 因为他 他的忧虑就是什么 不知道他母亲到底是到哪里 那么他要帮助他都帮不了 不知道去哪里帮他 那么 他说 我 我从 母亲往生以来 师母以来 作业应验 非常孝顺 所以地上部长是孝贱 无处可问 知母生贱 不知道我母亲生在哪一道 生在哪里 贱就是不知道哪一个范围 不知道生在哪里 这个时候空中在有一个声音 跟这个 你说 我就是你所拜的 过去绝华定 自在 因为看你 对母亲 非常的 思念 超过一般的人 被你藏起 那么众生之分 被一般的众生 没有这样 那你的孝顺 超越一般的 所以才来告诉你的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 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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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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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允众生 皆共全国道 皆共全国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